那我真诚的祷告 希望我们的纳吉前首相是没有贪污的 5月22号又是另外一个全马来西亚人民等待的日子 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进入反贪会入口供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那就是反贪会一哥纳豆苏克利 在记者会上揭发了差一点送命的经过 为什么因为我会毁你吗 除此之外 纳豆苏克利他还说 今天反贪会传招前首相纳吉不是为了要逮捕他 只是入口供而已 我相信很多观众听到这件事的时候都很想丢手机 随后他更爆料 当初因为1MDB这件事背上了背叛者这个称号 可想而知 当时的他肯定受到了非常大的煎熬 他就是因为正义和真相踏上了艰苦的路 他寻求支持的时候 当时也只有三个人支持他 但是当时的他们就无缘无故的被割职了 因为还人民一个真相 甚至到现在还是很害怕重返反贪会 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令我们深思 如果事件没有存在啊 那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证物证来指向我们的前首相纳吉呢 那为什么我们的前首相纳吉可以一正言辞的一直对外强调他没有贪污 他对全世界人都讲 但问题来啊 为什么在他的家哦 却能找到这么多的钱 还有这么多的包包 在我们邻国有一个他的包包已经是属意了 那你知道他的包包还多过他的 当时也非常光荣的 用了气粮罗里把他的包包载走 暂时是气粮 有可能会是气粮 可能没有挖出来过 关于这1MDB的事情啊 有太多不被真实的证据 身为人民的我们也只能静静的坐着守候接下来的发展 这一次纳豆苏克里的爆料 让我们了解到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 凡寻找的必定能找到 犯罪者也难逃罚网 希望各位可以给有关单位一些时间 有可能也跟我们一样 恨不得快快的找出真相 水落石出 以证明我们的前首相是没有贪污的 这是他讲的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恨不得快快的把这个凶手逮捕归案 让我真诚的祷告 希望我们的纳吉前首相是没有贪污的 我是杰西 我们下期见